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 身上九种富贵毛发 每个人的身体上都会长毛 例如眉毛、叶毛以及头发等等 不过你知道吗 有一些地方如果毛发长得旺盛 这就说明这个人是非常有钱的富贵人 虽然从医学角度来说 体毛长在哪儿或长多少 与遗传或自身分泌系统有关 但从相学领域来说 体毛长在哪儿则和运势有关 下面小酱汁就和酱友们一起来看看 象征富贵的毛究竟长在哪儿吧 1.脚背 这个地方若伸展毛发 代表的是这个人很有权力 是一个有权有势之人 即使现在还在发展阶段 但不久后一定会掌握很重要的权力 名利双收 不过若是脚上没有肉 或者脚很长很薄 同时脚上还长毛的话 这则代表此人运气不佳 浮相全无 2.脚心 脚心长毛说明此人的财富运势相当旺盛 不仅自身运气爆棚 还能够经常获得他人的帮助 受到人们的欣赏和敬佩 因为自身基础好 所以很容易就取得别人遥不可及的成功 令人羡慕 此类人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 在圈子里也有一定的话语权 是个大富大贵之人 3.脚趾 脚趾毛发旺盛的人 一生是一个非常有威严和气质的人 他们身上大多具有浩然正气 能够压制和驱赶恶杀 邪气难以近身 除非自身身体较弱 或近期浴室下滑 否则是不会被小鬼缠身的 一生发展较为顺遂 4.手背 手背长毛的人是一个未来可以手握大权的人 这类人在事业上容易获得领导的表扬 所以谋得一定职位也是不在话下的 不过如果手背和手臂连同一起长毛 这可是不太好的象征 因为这代表着卸孕之势 若形成卸孕的表现 那么此人一生大多是奔波劳碌的 难以安稳 5.拇指第一解后长毛 我们常说拾指连心 拇指为根 在相学理论中 拇指主的是一个人祖上的庇佑 如果一个人生下来 就是拇指粗或拇指长 说明这个人能够得到祖上的庇佑 享受来自父母的照顾 一生十分的平坦 如果拇指的第一解背后长毛 越是浓密 说明祖上的根基越是深厚无比 祖创留下的遗产众多 与田宅房产的有十分深厚的缘分 能手握不止一套房产 注定成为富贵人家 6.肚子长毛 肚子上长毛的人天生欲世极佳 面相有福气 是富贵之人 肚子是肾气的发源地 这个部位毛发旺盛 则人缘很好 人脉广泛 一生衣食无忧 一帆风水 在事业方面会有一帆作为 遇到困难总能找到突破口 大吉大利 尤其是肚子眼附近有密切的毛发 不论男女都是富贵的象征 因为肚子附近是人元气汇聚之地 此处长毛发不光代表着身体健康 并且也表示着该人聪明智慧 在付出一番努力后 能够轻易地获取巨额回报或财富 一生衣食无忧 7.智上长毛 智上长毛的人一生大富大贵 事业有成 很多不是特别吉利的智 如果长了毛 那么会由胸便吉 如果一个人的身上的智有毛 则说明官运旺盛 在事业方面 也可以得到贵人的帮助 轻轻松松赚大钱 成为大老板 名声大望 财库充裕 8.耳朵长毛 耳朵长毛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耳库上长毛 二是耳洞长毛 不管是哪一种都是吉祥的预养 命中富贵财运爆棚 而且天生聪明伶俐 可以发现商机并且牢牢把握 福禄双全 一生受人尊敬 无论男女 他们在事业上都会成就大业 9.小腿上长毛 小腿上长有密细的毛发 则代表着一生福禄随身 若是小腿云秤分满 则更是富贵有加 不光能财运旺盛 而且能够及时地把握各种机遇 获得成功 无论是从商还是从政 都能取得不凡的业绩 以上是关于长毛的富贵位置 是好的位置 那么毛长在哪些地方是不太好呢 别急 我们继续往下看 1.胳膊肘 这个地方长毛发的人 是一个命运比较心情劳碌之人 尽管暂时活得不是很顺畅 但总是会意到贵人的相助 在难关时能顺利度过 这类人因为自身能力一般 所以需要更加努力 才能走出困境 只有自己独立强大起来 不依赖他人 才能真正的成功 2.膝盖 这个位置代表的是人的奔波运 通常这说明 此人一生做事非常艰难 需要经过多重波折 才能有所起色和成功 有时候即使成功 已经垂手可得 但也可能随时烟消云散 复直东流 此类人做事实建议稳重一些 给自己留余地 也是给自己留后路 3.颧骨 此位置长毛 代表事业运受到压制 前途很难有光明 因为自己运势不佳 所以即使再有才华 也很容易被埋没 被其他人抢夺了机会 这类人无论做什么 都难以得到上司的欣赏 成功路比较艰辛 4.脖子后面 脖子后面长毛 一般情况下 是指头发的生长区域 延伸到了脖子后 严重者还会延伸至后背 面积非常大 这类人通常很难发家 一生被困苦奔波折磨 难以有所成就 此类人做事 需要考虑更周详一点 多做打算 这样才能避免 突然来袭的状况 减少损失 5.肋肩 肋肩长毛的人 如果毛发生长的不旺盛 说明此人是个容易短命的人 但如果毛发生长的比较旺盛 则说明此人是个寿命 为一般人的水平 不会短命 也不会长寿 这个地方长毛 主要代表的就是寿路 所以如果此地毛发稀少的人 建议平日多行善积德 也许会改善很多 6.后背 后背长毛的人 做事比较冲动 从不会考虑后果如何 因为一生总是鲁莽冲动 所以过得也比较辛苦 自己做生意 可能会被同行竞争 导致失败 若与人合作 则可能会与人不输 遭到欺骗 坎坷重重 在相学领域 很多事情都是有据可循的 所以以上的面向分析 也都是根据道理总结出来的 如果某些地方长了毛发 不妨对照一下上面 这样你就会发现 自身的运势是好还是坏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